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跟国际大事带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这礼拜欧洲再度遭到恐怖攻击 比利时包括了机场地铁连环爆炸死伤惨重 现在法国就说欧洲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还有习近平领导的地位遭到挑战了吗 有人计划要暗杀他吗 我们今天请到三位来宾带您掌握全球的趋势 问题上包括了国际情绪专家赖岳前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历史作家王峰大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国安评论员李天夺 天夺哥 永康好 大家晚安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比利时这次再次遭到的恐怖攻击 包括了机场地铁31个人死亡 200多人轻重伤 这是去年巴黎恐攻以来 欧洲再次遭到的重创 我们先来看报道 尖叫 哀嚎 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顿时成了转间炼狱 行李箱碎玻璃散落一地 大厅中央还有火苗不断窜出 比利时恐怖攻击最新画面曝光 一名计程车驾驶重回机场寻找儿子下落 但眼前所见却是一句句罹难这遗体 瓦砾队中小婴儿满脸鲜血哭喊 而他的妈妈躺在身边已经不幸死亡 这次比利时连环恐攻 光是机场大厅就出现两次爆炸 死伤惨重 而受害者来自世界各地 除了语言障碍身份辨识也困难重重 目前估计至少有40国的公民 在恐攻中罹难或受伤 而比利时官方23号公布的第一位罹难者身份 证实是一名定居在布鲁塞尔的秘鲁女子 秘鲁哥大报投反报道 死亡的37岁女子鲁伊斯 嫁到比利时多年 原本打算去美国探亲 却不幸命丧机场 而恐攻后第三天 比利时上下弥漫哀伤氛围 地铁站维持最高警戒 民众想搭车 得先大排长龙通过层层安检 布鲁塞尔机场也持续关闭 最快26号才会重新开放 全球哀悼恐攻罹难者 比利时知名地标 布鲁塞尔市中心交易所广场 民众不分日夜 带上鲜花点上烛光祈福 希望在这最黑暗的时刻 攜手挺过伤痛 很多台湾的观众朋友会问 现在的欧洲还能够去观光旅游吗 因为IS宣称 他们还训练了400多人的赶死队 接下来欧洲 还有可能会发生更多的恐怖攻击吗 先请到三位来宾 用圈杂牌简单告诉我们 就你的观点来看 接下来的欧洲 会不会接着再三的 恐怖攻击不断 大家都认为会 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天罗哥长期派出在欧洲地区 除了法国之外 在比利时待两年的时间 我问一下 因为土耳其他们说 之前掌握过这一次恐共的相关情资 给过比利时了 好像没当一回事 那之前巴黎恐共的祖先 也躲在比利时 法国现在就批了 比利时的情资情报系统 根本是垃圾 你在比利时待两年 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 我只能讲像这次的事情 我们听两眼讲实在不希望 但是终于发生了 因为比利时的情报系统 确实是不行 为什么呢 我们在比利时 注定在比利时的主教 彼和鲁 管荷兰 比利时跟卢森堡 我当过这个业务官 那卢森堡太小 人家不太容易当成目标 而且对它来讲 没有什么好趣 你要注意的 荷兰它有它完整的一套 可是比利时问题重重 因为比利时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 它长期以来 北部是弗拉孟区 弗拉孟文是一种 荷兰语跟德语的土语 那南部是瓦洛 就是法语区 以前法国殖民的时候 留下来的 那中央叫布鲁塞尔区 布鲁塞尔区 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你到布鲁塞尔一看 街道牌子绝对两种语文 上面法文 下面弗拉孟文 然后你出了任何样公式 也要两种语文 然后呢 早期的时候弗拉孟文很弱 那后来的时候弗拉孟 因为靠北 经商 生小孩 出海这些 经济实力强过南部 我常常讲 只要被法国殖民过的国家 都没有好下场 他们没有学到法国的好 生活悠闲喝下午茶干什么 就没落了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比利时曾经有 长达一年多 将近500天没有总理 有过 那这两个情报单位 我们很早就接触 那它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 我们常讲情治情治 情报治安 你情报来了 你一定交给治安单位去查去追 然后才会有结果 所以即便在欧洲反恐给他很多情资 但他没有去治安 对不是 他没有 他没有去传给治安单位 或者说 你出有效的方式来步骤来怎么处理 那因为 比利时跟法国 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壤是接连的 那 比利时的松散也是全欧洲都知道的 可是比利时有很多的好处 那么他就变成这个恐怖分子的目标 恐怖分子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 什么吃个薯条 然后穿个迷你裙可以送货的这些 他认为这些都是跟他的生活不相违背的 那每天还可以那么悠闲 那在这种松散的状况下 他不知道你找谁 而且比利时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 他有长期大量的摩洛哥人 以前是他的殖民地 所以在比利时最有名的笑话就是 摩洛哥人他们叫什么 叫Mahogan 就有点像你外省猪一样这样的叫法 那有一个笑话很有名 三个人 一个美国人 一个比利时人 一个摩洛哥人 在巴黎铁打碰到 结果他们说 什么东西最不值钱 最没有用 美国人第一个掏了一把比利时币 往巴黎铁打一散 因为那时候一块美金抵60笔来 结果轮到那个摩洛哥人 摩洛哥人就拿了一包薯条往下一散 比利时到处都在吃薯条 结果碰到轮到比利时人 比利时人二话不说 把这摩洛哥人抓了丢下去 所以在欧洲原来比利时被人家这么嫌恶 不是 比利时他有他的生存之道 因为以往的时候他夹在中间 不管法国打来德国打去 他都是遭殃 所以比利时从二战以后 他就致力于自己 成为一个世界组织的中心 所有的欧盟欧北约这些组织 有超过一百个以上的国际组织 是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 而且他们有最好的学校 你在那个学校毕业 至少要会五种语言 立刻翻译 那也是因为这样留给大家很方便 你往上荷兰 我曾经在那边度假的时候 十分钟走三个国家 从比利时过去荷兰 如生堡 封一圈就转到德国去了 是 所以从天罗哥他的一个自己住外派的经验 感觉上这是一个非常融合的地方 也是很方便的地方 但在这个时刻反而变成是有点三不管 变成IS的一个温床了 的确他是一个多种族融合的地方 但是却是化种族而至 也就是说多种族住在那个地方 可是每个语区他们自己管自己 所以横向的联系非常的糟 所以即便有情知 但他也不会是振到不同的地区去执行 不会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 因为前段时间发生了他们的政争 而且斗得非常的凶 斗得很凶的情况下 联邦政府 例如说我们看到了 联邦政府积极的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 在这一次 就是那个美国在攻打中东的国家里面 比利时几乎无意不与 那也就是说你中央政府 都去参与这个美国的军事行动 那基本上当你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的时候 一定会引起这些伊斯兰国人的不满 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不满 因为逮捕巴黎恐怖的祖先 包括比利时也参与嘛 是的 有人说这是一个报复行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中央政府的国家政策 是要配合美国在北约的这个对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 那理论上讲你内政 你的地方的治安就应该要加紧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会激起这些国际恐怖主义 对你的不满 那所以你内部的治安情报就要加强 可是你看 中央的联邦政府的军事行动做他自己的 然后内政是做他自己的 那所以是没有搭配在一起 然后内政里面再切割法语区的警察 跟这个河野区的警察 跟弗拉梦的警察 他们不合的 是啊 不合 而且他们的情报系统是不相通告的 也就是说我这个罪犯在我法语区 搞不好在那边我还等着看笑话 有做到吗 有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有过这个 一个国家这样子蛮惨的 美国有过把他们的一个情资 曾经传送过到比利时 发现他们被切成大概要91块 91块 也就是说这样子传送的时候呢 全部都有断掉的可能性 那这样的情形下 所以土耳其埋怨说 我情资这个人员 这个人早就在我比利时 在我土耳其他想渗透 进去这个叙利亚 都被我拦截了 拦截了以后 因为他是从荷兰飞来的 他是比利时人 可是他是从荷兰飞过来的 所以我只能严急遣返 严急遣返的话 那也就是我只能把他送回荷兰 因为虽然我知道他是比利时人 可是他是从荷兰进来 我严急遣返的时候 但是我已经把这个情报 送给你比利时的情报单位说 你的比利时人有这么一个人 他叫亚哈姆 然后他什么时候 他在6月的时候 想要从这个我土耳其进入叙利亚 所以他应该是 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者 但是他没有在我国内犯罪 我不能够对他怎么样 所以像这种人如果在台湾的话 可能要每天去派出所报道的 没错 所以我只能把他严急遣返回荷兰 但是我已经把这个情报 告诉你的比利时的情报单位 你就应该要通知荷兰 然后把他送回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开始对他实施监控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 这个人他参与了巴黎的恐怖事件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原来如果早就作为巴黎的恐怖事件 就可能不会发生了 如果早就作为今天比利时的悲剧 也不会发生 好 那大家在问的时候 那你比利时为什么都没有作为 好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哪里 比利时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 他连通 你看他连通德国 荷兰 然后连通法国 他的位置好到不行的情况下 他就构成了欧洲的恐怖主义者的资源 策划的一个中心地区 我们再来看这次IS 包括在巴黎跟比利时 连续发动恐攻都成功 因此在国际间 又把这一位拿出来谈话了 这是林梅万家婆婆的预言 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提过 他过去几个预言命中 让人家准到有点觉得害怕 像是南亚大海啸 他可以说是准确的预测到 那美国出现黑人总统 他也预测到 美国双子星塔 当时被击倒的时候 他也预测到 这都已经成真的 那现在有人说 2016年他也预言 说穆斯林在2016年 今年要入侵欧洲 毁灭性的攻击 持续了好多年 我先去问一下王丰大哥 就目前为止 到底已经三四月的时间了 这个预言算是一半的准确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2043年 欧洲有可能变成 伊斯兰哈里发国吗 是的 当然从现况来说的话 穆斯林入侵欧洲 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的 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万家婆婆的预言以上 包括你刚刚讲的三个预言 还有穆斯林侵入欧洲的预言 没错 都非常准确的预言成真了 那可是他2014年 就说穆斯林会不会真正的入侵欧洲 甚至于操控整个欧洲 我认为这还有待验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穆斯林 他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5% 预估大概有 这个评估大概有16亿的人口 当然他穆斯林的人口集中的区域 主要集中在中东区域 东南亚还有非洲 那其他欧洲美洲 甚至于东亚 他是比较少的 那可是呢 不可会言的 他是善居世界各地 善居世界各地 那可是呢 我们如果按照历史的轨迹来算的话 确实穆斯林曾经有入侵欧洲的记录 否则的话 这个欧洲也不需要十字军东征 那这个入侵欧洲的记录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是在公元632年 一直到公元1258年 长达600多年的时间过程当中 这个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非山洲 欧亚非山洲的阿拉伯帝国 它的版图呢 1340万平方公里 那么大的一个跨山洲的一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呢就是穆斯林 那它有没有进入欧洲的核心呢 没有 它只不过在欧洲的边陲地带 那这个 这个对欧洲的这个威胁 或者对欧洲的文明的摧毁啊 它的这个力量力道还是比较小的 真正强力的 对于欧洲的这个白人基督教文明 产生根本性的几乎差点产生一种 灭绝性的一个冲击的时代 应该就是在厄图曼土耳其帝国 厄图曼土耳其帝国比较幸运一点 就是对欧洲来说 它是在东欧南欧 那它的版图呢550万平方公里 也是横跨欧亚非山洲 但它对于欧洲的时间比较 统治的时间比较短 大概只有300多年 还好它是在东部欧洲 还有南部欧洲 就是欧洲的核心地带 它没有真正的侵入进去 可是从这一次IS的这个侵入的轨迹来看 万家婆婆的预言 虽然有待印证 可是呢 这个如果身为一个欧洲人 如果以欧洲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它是一步一步 侵入欧洲的心脏地区 这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好像 这个东西预言有点不太可能 但是从历史来看 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而且你刚才讲比较短的 也有300多年的时间 我这边补充一下 其实入侵的方式你要看用什么方式 刚刚这个王峰讲的 都是用军事的这种攻击的方式 可是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是不是已经 目前在欧洲的核心地区 已经有1000多万的穆斯林了 德国有400多万 法国英国都有300多万 我们加起来已经有1000多万的穆斯林 像连比利时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人口这么少的国家 而且他们回家图升得比较多 比基督教人 都有六七十万 所以你看这些穆斯林 事实上用合法的身份进入欧洲 而且在那个地方已经生存定居下来 那恐攻的事件 就是由这些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发生的 如果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恐攻 造成了这些白人 对于穆斯林的社区 也就是针对穆斯林 给予更加严格的监控管制 有可能会激发起他们更多的愤怒 而使这些穆斯林更难融入当地的社会 那他们又合法的居住 然后又更难融入 而他们的怨恨又更强烈的话 从内部里面发动战争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说 请到天罗哥的时候 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个图 就是在这一次比利时发生的恐攻之后 台湾的欧洲团立刻减少了三成左右 国际媒体也把欧洲恐攻高危险的国家 做了一个颜色的标注 红色就是最需要警戒的地方 再来橘色 再来黄色 那灰色是比较轻微的一点 不过我们看到欧盟的三大主角 包括了英国 法国 德国 都是高度警戒 而且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巴黎恐攻之后 IS就点名英国是下一个 现在比利时被恐攻 又再次点名英国是下一个 请到天罗哥 两次都点名英国 但英国还没发生 是因为他们情报比较好吗 M16的情报确实是做得比较好 他们有007吗 第二个 它是一个海岛国家 海岛国家当你在犯案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怎么逃出去 除非你一开始就抱着必死的决心 但是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补充 我们刚刚赖老师讲的这些问题 因为为什么穆斯林会有问题 从上次法国到这次比利时 那么多的人口 他们没有一个人挤身到上层社会 没有一个名义代表 法国这么大的 有9%的穆斯林 全部生活在地下层 比利时也是一样 猫肝的 他们清洁啦 道路啦 打水工这些 那怎么办呢 那除此之外 他们做什么呢 只有往内居 所以 所以凭良人讲 像我们以前很少到穆斯林区域 一到穆斯林区域你看 当然他对我们不会别的 可是你随时会注意到 有人在看你 用的那个眼神你就知道 这是让你不堪而立的眼神 我们来看其实在过去 恐攻攻击的目标 要引起全球的注意 所以他们锁定的包括了像是 九一事件攻击的世贸大楼 不过接下来 在这两年我们看到他们锁定的 包括了法国的巴黎恐攻 他们攻击的是五万人的体育场 这次比利时恐攻呢 锁定的目标是机场地铁 感觉上这两次的恐攻 就是要制造死伤为目标 对 还是说因为地标显著 所以现在案件也加强了 不过我们不断讨论说 埃子他接下来发动的攻击方式 可能就是要造成大量的死亡出现了 所以埃子的目标出现了转变 跟他们心态是否也出现了转变 加深了仇恨要死 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呢 我们觉得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说穆斯林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 虽然现在 在欧洲的穆斯林 他是一种孤狼式的 就是说IS的总部 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操控说 你要去攻击哪里 你要去攻击哪里 到目前为止 迹象显示是没有 他们是采取个别的 以个人意愿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公式 可是他有一种集体意识 那我们就不得不记起列林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啊 从莫斯科通往欧洲最快的道路 捷径是什么地方 就从加尔戈达跟北京 他要绕个远路 反而是最近的 那你现在为什么穆斯林一直在集中在欧洲 在打或者说是集中欧洲在发动这种恐攻 我认为他的一个终极目标是针对美国 针对美国 换句话说 他把这个欧洲动乱了一圈之后 他再集中势力去进入美国 因为欧洲他是个比较松散的地方 他这个孤狼全年无休 全年无休的这种公式 而且IS布装了这个100多个点 有600多个这个盛战室 在欧洲整个地方 就等于就是用一种化整为零的这种方式 那我们来看 从今年的元旦一直到现在 快要3月底了 90多个日子里面 大概只有9天没有恐攻 换句话说 其他的90%以上都是有恐攻的 而且目标的针对区域都是欧洲 从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 我觉得不无可能就说 欧洲现阶段是一个 好像我们感冒 我们是感冒是喉咙痛 可是真正可能会咳嗽 会发高烧 咳嗽跟发高烧的焦点 终点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美国 所以说今年可能美国本土会出现 真正要刹的蛋 真正要在那边非常震惊 非常恐惧的应该是美国 因为美国是IS真正的一个目标的一个终点 所以在国际间不少专家就说 其实美国在今年要特别的警戒 包括他们是因为大选年 那美国本土呢 接下来会出现恐攻 真的必须要注意做观察 不过全世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回来我们答案你看的是美国跟古巴 这回两位最高的领导人 不但是见了一面 还一块看棒球 回来聊